那么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 叫做图像风格迁移 这是一个深度学习 尤其是迁移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使用案例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有效的理解 CNN的网络里面是如何提取图像的特征的 以及这些特征如何可以被重新利用 去做一些实践中有用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神经风格迁移的这样的一个有趣的CNN使用案例 那么第一什么叫神经风格迁移 你需要知道什么是风格迁移 风格迁移这件事情 其实是大家都想做的 什么叫大家呢 主要是艺术家 为什么艺术家想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就要首先谈一下什么是风格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演讲大纲 第一什么是神经风格变化 那么先要理解这一点事 第二我们再理解 如果要做到这件事 如何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来做 那第三 如何把一个恰当的这种深度学习 图像风格迁移的问题 转化成它的一个良好的数学形式 方便求解 第四 我们了解除了我们今天讲的方法之外的一些方法 第五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最终这个图像风格迁移的例子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 首先呢 继续我们刚刚说的 那么这个图像风格迁移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艺术家都想做的事 那么它主要是我们说有很多大师 很多大师 比如说梵高 现在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到梵高所画的这个自画像 对不对 梵高的自画像 很多大师都希望模拟这种之前大师的作品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复制学习大师的这种 神通之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平时的一张照片 我们有些时候想给它做成一个梵高的一种风格 这个时候呢 就好像是说我们让这个 如同这个大师再画了一只梵高 画了一只自画像的猫 这种感觉 这个是每个艺术家都想做的 就是把过去以往大师这种作品的风格 提取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来 供自己所用啊 那么制造新的一些主题 大家想这样是不是就制造了无数的这种大师级的作品呢 确实是这样的 好 那底下这个犬加上这个梵高的这个日落 就变成一只笑天犬 对不对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神经风格迁移的 那么一个例子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件事情呢 我们说艺术家呢 最早的做法答应就是艺术家嘛 描摩嘛 就是自己重新画一幅 那么有了这个电脑以后 那也有了photoshop 这些以后 也有一些办法呢 使我们能够通过计算机的方法来实现这个事情啊 那么这些古老的方法 我们可以叫做古老的方法 来实现这个事情是主要怎么做的呢 我们说呢 可能也就是一种类似滤镜的思维 而我们通过用这种 photoshop的这种滤镜啊 反正比如说啊 以及一些我们熟悉的 大家可以回来在photoshop里打开看一眼 像什么就是风格的模糊化 瑞化 还有一些边缘提取啊 这些滤镜 我们可以把一幅摄影作品 或者画里面的这种文理的信息提取出来 然后呢 把这种文理的信息 经过一个啊 另外的一些数学的变换啊 数学的变换变成另外的一种新的文理 从而使一张 比如说原先是照片 然后突然之间 它文理就像一幅画了 对吧 把照片变成一个像画一样的一种一种一种效果啊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photoshop里面 经常以前人们会做的 当然大家看这里面的步骤很多 先用滤镜来提取特征 然后再把这些特征进行一定的变换 再把这个图像和之前的图像 再把这个做融合啊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图里面的一个形状 大家就是说这样 这样比较支持一个向日葵 对不对 首先我们用一个滤镜啊 提取整个向日葵 这个这个作品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纹理 提取它的纹理啊 就底下这一路 而另外的一个呢 我们另外一路呢 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图像 进行一定的模糊化 得到这样的 然后得到提取的纹理呢 我们经过这个提取的纹理 我们经过一些变换以后 得到一些新的纹理 再把这个新的纹理 跟模糊化的图像 合成成一张新的输出的图像 这样的一张摄影画作 就有了一种 这个我们叫做啊 这个这个叫做摄影作品 有了一种叫绘画的一种感觉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来看看用卷积网络的这种思维 来做 这个用神经网络的思维 来做这件事啊 你们说之前呢 这个设计的流程呢 我们可能只为了 把一副向日葵的照片 变成画 已经画了去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如果说我明天变成一个猫的图像 然后变成另外一种风格的 这种这种画 我们又要废重新的九牛二虎之力 重新设计啊 这样呢 我们说 你有一千幅作品 有一千种风格变换 我们就会 有一千乘以一千个流程 需要人去设计 这是非常吃力不讨好 如果用深度学习的思维去做呢 我们可能就会简化这个流程 让机器自己学习 制作这样一幅 摄影到绘画作品转换的一种方法 那样呢 就不需要人 把一千个作品和一千幅 一千种风格 进行不同的这种组合了 就不需要做这件事了 不需要人来设计这个流程啊 那么我们用 抬出我们的CNN 来做这个事情 让CNN来学习做这件事情 当然第一 我们就要 这个问题也会帮助大家理解一件事 那就是CNN真的理解图像吧 那继续我们的思路 向前看 那么我们来看呢 这个卷积网络 真的是否理解图像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图像风格迁移这个问题里面呢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 让这个网络去改写一张原有的图像 那么这件事呢 其实是比我们之前所卷积网络所做的 那些识别猫猫狗狗的这个事情呢 要稍微复杂一点的 我们说呢 这是一种新的对网络的这种 所学到的这种信息的一种利用的模式 也就是一种对它的理解的一种考量 那么好 我们讲到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特征 我们说呢 CNN这个网络本身具有 学习图像的这种有用的特征的一个特点 它通过这个我们叫做特征图的这个概念 在它在不同的通道上 形成不同的特征图 一组特征图又成为对图像的一组 一组表示啊 在这么一个概念啊 然后呢 来一级一级的替换掉我们之前繁琐的特征工程的这个工作 能够成为就是我们图像处理的一个利器啊 不用做特征工程了 很舒服 那么同样的我们说很早就有人提出 这是一个假设 那么如何验证这个图像学到了这个 这种有用的特征呢 那么如何证明它真的是懂这个图像呢 不是凑想蒙上的呢 那么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呢 其实有很多 但是有一种我们说一定是对的 那就是说我们让这个CNN的网络 再重新给我恢复出一张原有的图像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费曼说过一句话 就是当你要真正判断一个人理解不理解一个东西 你可以让他重新去做一个东西 就好像说你判断一个人理解不理解电路 你就让他重新去设计一个电路 同样的我们判断这个CNN的网络的特征啊 是不是好的 或者说他有没有理解真正什么是好的特征 我们就让这个CNN的网络在原意 在某个中间层得到的特征的基础之上 重新恢复他的那个原有的那张图像 如果说他得到了的这些特征是很好 很对的话 很有可能他就可以得到那个就是原有的那个图像 那么同时呢 他得到那个原有的那个图像呢 也会帮我们判定这个方法 就帮我们判定这层的特征到底是管什么用的 好 那么我们在2014年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篇论文 而这篇论文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啊 我们通过啊这个CNN的这个网络呢 是可以能够我们说呢 得到一些特征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 通过若干操作 一个叫做反卷积 反持化和反蕊路 我们可以叫反激活的操作 我们呢同心从一个图像的特征得到呢 这个图像的这个 我们从一个图像特征得到一个新的图像 恢复出一个新的图像来 那么恢复出来的这张图像呢 我们说如果说他恢复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具有某些信息 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图像当时的那个特征 所关注的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好像是说 从之前的某层的特征上 重建出整个原有的那个图像 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呢 我们又发现实际上这个比如说第二层卷积 比如我们卷积很多层对吧 第二层卷积所看到的一个东西啊 他所他所得到的这个特征 如果把它重建 恢复出一些图像啊 就是这些我们所说的 有一些球啊 有一些边缘啊 对吧 但第一层卷积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看得懂 恢复出来的就是完全的就是文理信息 而第三层卷积 大家看 我们会恢复出来的都是什么特征呢 都是图像的一些局部的一些特征 第四层卷积呢 真的会恢复出图像的一些啊 整体的部分 比如说车轮子 西红柿或人一样的特征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过程 我们验证了这个卷积网络本身 它具有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能够抓住这个图像的根本特征 而在最越是靠近这种啊 我们说输入的这些层 比如说第一层第二层 它确实所抓到的抓住的特征呢 是这种第一层抓住的文理特征啊 第二层第二层呢 抓住了一些这种 我们说边边角点的特征 而第三层抓住了图像的一些部分 第四层开始抓住一些图像的一些整体 比如说车轮或者西红柿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本质上这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啊 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 具体如何做这个重构的过程 让这个图像可以从一些特征上 直接重新恢复和生成出来 这个呢又是一个 我们说呢 我们的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内容话题 那我们可以感兴趣同学 去浏览一下这篇论文 就叫做CNN网络的可视化啊 好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CNN网络的内部 确实学会了我们所假设的那些 跟图像的不同层级的信息 相关的特征 那么如何去利用这种特征 去得到一个我们所说的 风格迁移的这样的一种图像呢 或者是如何让它完成 风格迁移的一个任务呢 说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做到的啊 那么根据我们2015年的一篇论文啊 叫叫叫Gay and Ganser的一篇论文啊 我们说我们当时采取了一种方法啊 就是把图像内部的特征啊 混合在一起得到一张新的图像啊 这个过程呢 其实呢就是对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滤镜风格迁移的一种深度学习的探索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用一个CNN的网络去提取我们所要的风格信息啊 就像这个底下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层一样 底下这这路一样 我们用一个CNN的网络去提取这种关键性的风格信息 并且跟另外一个CNN网络得到的内容有关的信息 也就是这个上面这一路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用一个重构的这种 然后再用一个重新的一个方法啊 就是重新叫叫图像更新的一个方法 去重构整个图像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啊 我们的一个思路 具体如何来做呢 我们说一个CNN啊 CNN的眼睛里面啊 是在不同层级里面 含有着不同层级的信息啊 但是呢 这些信息我们知道是 我们可以用图像重构的方法 来知道这些网络层级所关心的是什么 大家说啊 这个就叫做表征学习表征 对吧 我们从底层我们来看 他的这个他学习的特征 他所对应的那个 我们说如果用重构的方法 所对应所恢复出来那个图像 就是一些这样的一些零零碎碎的纹理啊 那么我们说我们希望 把繁高图像里面的纹理 跟一个我们所照的照片里面的内容混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繁高图像的这个底层CNN的特征 跟我们的这个先提取出来啊 提取出来可以提取出来对吧 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内容图像去混合 那如何混合内容图像呢 我们知道呢 越是高层的这个网络的特征 也就是越是靠近比如说最终的那个输出层的那些特征 越是跟我们图像内容有关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底下这张照片里的那个图 这些图像 用一个CNN去提取它的特征 只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去提取的那个特征 是比较靠近顶层的 靠近输出层的 我们把两组特征混合在一起 再用一个重构的方法 就可以得到一张具有繁高的风格 而具有我的照片的内容的图像 这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我们说呢这个思路呢 也体现出了一个 我们对CNN网络的一个特征的再利用的过程 那大家呢再仔细的看一下我们的这张图 大家仔细观察 我们说我们的重构的方法 可以得到不同的图像 所对应的 不同的图像的特征层 所对应的那个他所最关注的信息 我们看到呢 越是靠近底层的 越是靠有这种纹理的特征 越是靠近顶层的 越是有这种内容的特征 而内容这个本身也是说 靠近底层的这种内容呢 是很具体的具象化的 而靠近顶层的这种内容呢 是抽象化的 它只代表了房屋这个概念 而不再去具有很细致的这种纹理 这种信息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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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